我們現在又面臨了 在首都裡面面臨了幾個問題 一個 首都的市長 對於世界 對於保護台灣的表態 到底足不足 從這次的雙層論團議員都跟他講 這飛機還在駛來駛去 就先不要班一下 他也是要班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在這種所謂的一個真正的病毒 我們已經看到曙光 總統認為說 我足以來代表民進黨到台北市 一方面是對市政的延宕 我們的執行力 總統有信心 第二個就是當一個首都的市長 讓世界看到台北 看到台北 或看到台灣 對於民主價值的一個堅持 老長 去年有人說 你要選佈出來參選這個台北市市長 你真的是守口如瓶 怕事怎麼講 怎麼引誘 怎麼設計 你就是從來都不鬆口 你那時候是怎麼想的 去年我們不可能出來選 宣佈那時候不可能宣佈 去年不是不能宣佈 完全不能這樣去想這事情 因為在去年不管你是 那時候到Delta Alpha到Delta 其實它每一個peak起來的時候 高的時候 Alpha一開始peak高的時候 它死亡會到十幾% 一要慢慢降下來銷 一要平均下也到一兩% Delta也是這樣 管理消息到5%到8% 那我們要隨時 面對那樣高死亡率的病毒 我當衛福部 當這種所謂的一個指揮官 我不可能在那時候 去想選舉的事情 因為它面臨的時候 直接是生死從亡之戰 完全不一樣 和現在Omocron是不一樣 Omocron的死亡大概平均 大概到0.3% 0.3% 台灣我們在控制在0.15% 很低 很低 而且零股率還包含有 前面一開始的peak 如果把那些peak拿掉 台灣其實又更低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曙光了 我們已經到了 我那時候辭職7月多 我已經很確認 它就是清真化了 然後第二個我們的藥物 有啊 買了也有夠 整個給藥的這樣的一個 的這種方式流程 也都順暢 然後醫院 我們大概2% 一點都要2%的一個住院率 那醫院也可以把正常的醫療 跟防疫的醫療 都同時顧得好 它也不像以前那時候 過勞的情況 那疫苗也打到 第一劑當然九十幾% 第二劑也打到八十幾% 八十九%的 那第三劑也打到八十三%了 自然的防護力 有了 有基本的 然後另外疫苗打到有保護力 第三劑的 八十三% 在世界也是算是很前段班了 那給藥 我們在世界給的最快最多 一些體系流程建立的很好 然後再一個住院都平衡 所以這裡面已經看到 疫情的那種 疫情的隧道的曙光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去考慮 要來選舉 因為我們的團隊也很成熟 去年是不可能 所以大家有人講說我現在叫落跑 我想去年如果我去 所以我就離開指揮官 那叫做落跑 那今年我想就是說 我任務已經快要告一段落 那另外的選舉也很重要 因為在選舉裡面這是台北市 我們覺得台北市是一個首都 對國家的前途也是很重要 我們現在又面臨了 在首都裡面面臨了幾個問題 一個 首都的市長 對於世界 對於保護台灣的表態 到底足不足 世界看到台灣 從台灣的首都 我們那個總統沒有 從世界擺大 大家都看到他 從防疫 然後跟中共在 在來往的時候 那種任性 世界看到 對 另外呢 首都的市長 現在似乎看不到 對 從這次的雙 雙城論壇議員都跟他講 這飛機 如果還在學來學去 就先不要搬一下 他也是要搬 人家要搬 你搬 他想搬下去不算 就說一個話 我也不相信說 他外套太青了 你擺出來就是 就是世界看到說 台灣共機繞台 首都的市長無所謂 對 繼續大家人來說 說事情 你有說到什麼事情嗎 你怎麼說到什麼事情 很重要 大家又有人提醒說 為何就說這個 所以稍微來一下 對 沒有啊 你如果沒有說出什麼成績 什麼都沒有 然後給世界什麼印象 就是台灣對繞台 軍機繞台 下一個飛機 我們無所謂 對 這無所謂對台灣是傷害熱熱熱 對 台灣的安全是傷害熱熱熱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帶 這種所謂的一個真正的病毒 我們已經看到曙光 然後總統認為說 我足以來代表民進黨到台北市 一方面是對市政的延宕 我們的執行力 總統有信心 那我自己也對這方面 溝通協調能力 我也自己有把握 然後第二個就是當一個首都的市長 讓世界看到台北 看到台北 或看到台灣對民主價值的一個堅持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